下面咱们继续讲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要给大家说一个东西 叫做长链接与短链接 所谓的长链接与短链接 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大家在去 昨天去写这个HTTP这个东西的时候 咱们也应该知道了 咱们现在用到的协议 记得昨天咱们抓出来的这个数据 里边是不是HTTP协议1.1 是不是斜杠1.1 那就意味着咱们用的版本是1.1 那么1.0和1.1有什么区别吗 就前几年的时候确实是用了1.0 现在就变成了1.1了 1.0是什么呢 1.0它真正的意味着是短链接 而1.1已经变成了长链接了 那么什么东西叫做长链接 什么东西叫做短链接 注意听很简单 我为了得到一个数据 我三次握手服务器 服务器给了我 我四次握手结束 得到了 我为了得到另外一个数据 我又三次握手过去 服务器给了我 我再四次握手 断开了 我又得到两个了 我要得到下一个新的 我三次握手过去 然后服务器再给我回过来 我再四次握手再断开 这就得到了三个数据 这是一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 我连接三次握手一次 我问他要一个东西 他给我一个 在不断开的情况下 我再要一次 他再给我一个 我再要一个 再给我一个 最后我三个要完了 我说拜拜 四次握手结束 是不是两种方案 那这两种方案怎么区分呢 第一种我说的是 为了要一个东西 三次握手 获取数据 四次握手 获取另外一个 三次握手 获取数据 四次握手 是这个意思吗 第二种方案 获取一次三次链接 接下来获取数据 获取完了 再要一个数据 通过在同一个套件 获取多个数据 这就叫长链接 而为了获取一个新的数据 你重新建立一个链接 这叫短链接 你听到我在说什么了吧 那么咱们的课件上 前面的地方 有一个东西叫做长链接 有个东西叫做短链接 来的吗 看这个图 所谓的短链接 从这两个图当中 请问你觉得哪个是短链接 上面 为了获取一个数据 三次握手 过去 成功 对方给我数据 然后是会数断开 我为了获取另外一个数据 我再来一个 获取数据再来一个 获取数据再来一个 这就是短链接 那什么东西的长链接呢 能用同一个 绝对不会松开 能用同一个 绝对不会松开 我为你要一个东西 你给我回一个 我再要一个 你再回一个 我再要一个 你再回一个 所有的都要完了 最后再断开 就懂我意思了吧 关门链接 这就叫做长链接 那么长链接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呢 你长链接 其实你经常用的 大概比方 你某一天正在玩农药呢 但是呢 你女朋友呢 让你出去帮她去 办一件事情 对吧 刚认识的女朋友 也不能不办呀 所以把手机放在这桌子上 就不玩了 然后你就出去 比方说 办个没气啊 或者是交个费啊 有可能都是你干的事情 然后呢 你去干这个事情的时候 又可能花了好几分钟 请问同学们 你回个头来的时候 怎么着 要么人家把你剃了 是吧 要么投诉你 要么怎么着 具体我就不知道 反正我太晚了 看得出来 要么就是你的服务器 断开链接 有印象吗 同学们 你觉得服务器 在玩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它是短链接 还是长链接 为什么不是短的 如果要是短链接呢 岂不是意味着 我接下来 我接下来 我按了个角色 我要发了 OK 他告诉服务器 你要发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 服务器要告诉你 发动的效果了 你接下来 未要发动效果 你再站在握手 再去获取 请问是不是 枪当弹了吧 你怎么就闲着 真的没事干了 你就这么多吧 所以说服务器 一般都是长链接 我们那个年 recruit 我们那个年萤篓 我一般的穿与火线 这很现实 五六分钟 如果你要是 一动不动 强制去断砍 你懂我意思了吗 就叫他监听 监听到一段时间之内 你没有任何数据的沟通 立马把你断砍 请问断课的目的是什么 腾出一些资源来 是不是给别人用啊 所以说同学们 这就是一个愚合凶掌的过程 如果你的服务器 仅仅是给用户 服务一个非常简短的数据 那么一般才用短连接 你问我要我立马给你 你不用占我的资源 没错吧 但是如果我接下来 是要做一个很长时间 才能处理完的 比如说玩游戏 你玩网址 有可能玩两个小时 这有可能出现的 那么两个小时 我是能用同一个套约的 是不是绝对不会再断开了吧 所以说如果你的服务时间很长 那用长连接不就好 如果你仅仅是把一个 非常简短的数据给客户端 那么短连接还是不错的 能列为意思了吗 这就是长短 HTTP协议是用来规定 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 沟通的一种规定 约束 1.0规定的是短连接 1.1变成了长连接 长与短的区别 对之间的一个体现是 对吧 我以这个图为例 咱们以这个 这个有图片吗 不知道有没有图片 换一个 这个吧 咱以这个为例 就这个地方的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网 我不是给他打广告 我只是说有一篇文章 一会儿我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我接下来 想要访问这个网址 这个页面 请问对方先给我什么 对方一定是不是给我 这个网页 咱们看的页面数据了吧 他把页面数据给我之后 请问同学们 我一分析 这个地方有一张图片 这个地方有个QQ图片 有个微信图片 然后哪个地方还有图片呢 这个地方有个小人 这个地方有个图片 这些勋章都是图片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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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应该不是图片 差不多 还有别的地方吗 如家不是 这个也不是 OK 差不多 图片差不多有这么多 其他的都是文本数据 也有可能 其他的都是文本数据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 我刚刚要了一个 html页面数据 回过来 头来之后 浏览器一看 这个地方需要一个 需要两个 需要三个 当然我只是简单来说 什么需要很多很多个了吧 那么两种方案 第一种 为每一个发起一个新的链接 为这个发起链接 为这个图片发起链接 为这个图片发起链接 为这个发起链接 为这个微信图标 为这个QQ图标 为这个小星 为这个 为这个发起链接 听懂了吧 这叫什么 短链接 长链接是什么呢 长链接是你问服务器 要了一个html页面数据 回来之后 浏览器一分析 这个地方需要个数据 浏览器 不会主动断开 TCP的链接 它会接着用这个套链接着 向你发请求 你把请求得到之后 接下来把数据给它回过来 那么接下来 它就认为 你回过来的数据是这个 请求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如果是短链接 第一步 先得到整个页面的数据 第二步 为每一个图片 发起一个新的 三次握手的请求 你的服务器 可能是多进程 可能是多现成 也可能是非堵塞的 也可能是用疾问 它来实现的 不管你用哪种方式 反正我 就是重新建立链接 听懂我意思了吧 这就叫短链接 短链接有个特点是什么 短链接 随着今天 短链接 为什么被有一个长链接 替换了 而不接着用长 短链接了 今天一个APP 今天一个手机 今天一个网站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天都接入到了互联网 很多年之前 只有电脑能看一个网站 一个电脑里边 显示的页面又很low 很多年之前就是很low的 所以说呢 也没有大量的头线呀 那怎么办呢 你过去要一个回来解析解析 你再开几个新的县程也行 新的县程也行 进程也行 浏览器会自动开 新的进程 新的县程 浏览器会自动开 接下来浏览器会向你的服务器请求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很多年之前就是短链接 但是近几年 特别是从互联网爆发 对吧 从111年左右 这个安卓和iOS 对吧 有多火 爆发的时候 整个行业全部都在网站里边去投钱 那么对中呢 有的人服务器他没变 还是用了短链接 会导致什么情况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我的图片越来越 我的网站越来越复杂 我的页面里边的显示的数据越来越复杂 那么请问 是不是导致了我的服务器没有更新的话 我将来我的服务器 是不是会在短时间之内 受到N个链接请求啊 所以说他来不及创建那么多进行程 那么多现行程 甚至那么多协程来服务 对中 他的性质就会下降 所以说今天是怎么的呢 你如果说要是有100万个客户 端去链接他的话 那么请问他今天是怎么的呢 就是一个用户 你最好是用一个 那么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相当于减少了这个链接的这个通道 是不是那个资源我就省下来了 是不是等着别人 第一100万零一个那个用户 是不是去链接了吗 所以说省出来这个资源给别人用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区分 好了在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画了个图 看一下这个地方 不是这个图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吗 这个是我想给大家画的图 看着 看这个图 我给大家说一下 浏览器先向服务器发请求 基本上发生了格式 带着get等等 这也拖 没问题吗 那么接下来你的服务器会干什么 服务器用正德来提取里边的对核心的这个动向 接下来把它转换成你本地的某个路径下的某个文件 接下来用open把它打开 没问题吗 打开之后获取到了数据 把数据获取到之后 接下来再拼装一些响应的头 就是Response Hider 把你读到的数据当到body 把前面再加上一些hider 请问接下来把数据是不是就返回给了浏览器了吧 那么此次浏览器请求的是什么呢 请求的是index的xml 那么浏览器一经过解析 就是这个了 浏览器 接下来经过这一步 数据的解析 或者是解析数据 最终发现了这个网页里边 这个地方需要图片 这个地方需要图片 那个地方需要CS 那个地方需要GS 经过解析一渲染 发现需要资源 那这就是两种方式 接下来有区别了 第一种 短链接是怎么到的 短链接 短链接什么呢 如果他发现了一个图片名字 叫做XXXX的拼进 那么接下来 他就会再去发送这个请求 获取这个XXX的拼进 这是C的链接 听懂我意思了吗 接下来你服务器 要么进程 要么现程 要么协程 要么飞走 反正就在这种方式 接下来打开这个图片的内容 读取出来 请问接下来 回个图去 最后是不是它在显示了吗 那么言为之一是 如果我刚刚给你回送的 这个页面里边 有很多很多个图片 那么浏览器 如果是用短链接的话 请问同学们 是不是意味着 他要开很多个进程 接下来是不是每一个进程 单独获取一个资源吗 那么最终导致了 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需要开 很多个进程 很多个县程 有么很多个县程 是不是来为你服务 这就是短链接 很多年之前 网站很简洁 没有问题 但是近几年 随着网站越来越复杂 这么做 简直就是在玩火 怎么做的呢 你不是请求这个过去了吗 你不是回来了吗 对吧 好了 在不断开三次握手的 这个建立好的资源的前提下 你紧接的发请求 听到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第一种方案是 三次握手成功 回数据 断开链接 第二种方案是 我先把这个请求发过去 你给我回数据浏览器 解析 解析完之后 发现需要一个图片 接下来浏览器 再发一个请求 注意了 此时发的请求 没有用新的套戒字 而是用的原来 那个套戒字 发过去 听懂我意思了吗 接下来请问 既然作为服务器方 他发现了客户端 发过来的 他还是用的原来的套戒字 请问 是否意味着 他不会建立新县程 新进程 新邪程 是不是新进程 是不是来为他服务了吧 那么这就是长连接 这些长连接 也就是说 简然言之同吗 一句话 把我接下来画的这个箭头 你把它想象成三次握手 把我接下来画的这个箭头 把它想象成四次揮手 什么叫长连接 三次握手成功了 接下来请求一个回一个 请求一个回一个 请求一个回一个 所有的都请求完之后 浏览器 我断开连接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就叫长连接 如果要是短连接 请问意味着什么 我为了获取这个 我接下来三次握手 我接下来四次揮手 四次揮手 我接下来为了获取这个资源 我三次握手 过去过来再过去 我接下来获取完之后 是不是再四次揮手了吧 你们发现是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所以说今天1.1协议的版本 长连接 那么咱们给人家回送的数据 什么 回头来看了 VRM07 咱们给别人回送过去的数据 请看咱们是给人回的是1.1版本 还是1.0版本 咱们给人家回的是还是1.1版本 那么请问是否也就意味着 我应该在等待的 可我再给我发请求 我说把东西是不是读出来 是不是再给他回过去吧 但是咱们明明说了是长连接 但是咱们做了一件事情 像矛盾 这是啥呀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叫 New Socket Cloud 请问这个会导致什么 浏览器刚刚给我发了个请求 我给浏览器刚回过去 我的服务器立马强制断开 请问浏览器本来不想断开 但是我的服务器是不是强断了吧 又变成了什么 是不是又变成了短连接了吗 你懂我意思了吗 所以说现在咱们这个服务器 不管是多进程多进程 以及什么样的 现在其实都是短连接 虽然你写的版本是1.1 但是都是短连接 因为你调用了close了 就懂我意思了吗 接下来我的一个方向是 带着咱们大家去说一个东西 把它做一个长连接的 懂了吧 做一个长连接的 那么咱们做一个长连接 干什么呢 copy零次 接下来长连接短连接的区别会了吧 接下来咱就写一下这个程序 我先把视频也暂停一下